Leo聊四季 天天都不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條頓人 這場比賽是帝國戰爭的灌木林地圖 這兩個文明是非常相近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 7點鐘方向出身點位的藍方法蘭克人 玩家是道特 法蘭克人由於免費的農田技術 而且吃果子的速度非常快 像這張地圖裡的果子非常的多 所以MBL之前就選擇了一個打法 就是不種田只靠這邊果子 吃到帝王時代 然後就去吃果不種田 然後最後打敗了世界冠軍HERA的士忌 戰戰之後就有更多的頂尖選手 嘗試在這張地圖的時候都不種田 瘋狂吃果子 法蘭克人吃果子的速度本來就很快 說不定不吃不種田可能會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那法蘭克人呢 他的打法是比較偏向於步兵跟騎兵做為主力的 步騎作戰槍兵配遊俠 但後期也有火槍跟火炮可以使用 而且都有工程工程師 那中後期呢 法蘭克人還是要靠自己的指輔兵做為工兵單位或火槍兵 因為他的指輔兵呢是傷害蠻高的 他的工兵路線不太行 沒有三級色跟三級的工兵鎧甲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大約12點鐘方向的紅色 條盾人是YO 那條盾人的特色呢是種田非常便宜 而且這個田呢這個 田很便宜的關係 可以讓他更快轉出更大量的經濟 那在這個階段來說 條盾人有點這個一級農田會更好 但是可能會覺得這個農田便宜吧 所以一級農田就不點也沒差 那兩邊在前期的時候都出了幾隻弱馬 稍微想要給對方壓力 那條盾人其實很像法蘭克人 他一樣是有遊俠 但是沒有跟蹤技術 所以跑速非常慢 但是他雖然跑得慢 也不太會怕抗招響 因為他有這個抗招響能力 團隊加成 那條盾人跟後期的法蘭克對打時候 這個一點的步兵攻擊力的近戰防護力 跟騎兵的一點的近戰防護力 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 那YO呢後期的遊俠 跟法蘭克的遊俠對撞 印象中是法蘭克的遊俠 可能還是稍微有一點優勢 有點血量比較多一點的關係 那近戰防護力加兩點的關係 讓條盾人的 他的槍兵的路線 讓法蘭克人要多砍一刀 所以會很麻煩 本來應該是砍四刀 全滿基鐵的情況下 去砍全滿基鐵的槍兵的時候是四刀 但是打條盾人要五刀 所以YO這邊反制法蘭克人的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也是用槍兵 兩邊都是一個不期作戰的文明 而且一樣有火炮、火槍、工程工程師 那其實條盾人 他後期比較無解的東西是槍頭 槍兵配投石車、火炮 因為世紀帝國裡面有重頭加火炮 然後再加工程工程師的文明 是非常少的 所以後期如果要打陣地戰的話 可能是YO選擇的條盾人 會更具有優勢一點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文明選擇 是會打出什麼樣的火花 欸結果最後還是鑽進去了 剛剛想說這個應該不會進去了 結果還是進去了 好那這邊打了一波之後 槍兵戳一戳 這裡有圍嗎 有 好但是裡面又抓進去 又抓了一村 就是拿到了山村優勢 YO這一波進去弱馬 好像虧 好像也不虧 那如果說要虧的話就是 不虧不賺 三隻的話我覺得也能接受 這個村民 好那法蘭克人在封建時代 最可怕的時間經過了 因為如果YO條盾人點下了品種 那法蘭克這邊的肉馬就會打不贏了 那到了城堡時代的話 法蘭克人是轉出了槍兵二級伐木 好3TC開下去了 每個TC都是補在了果子旁邊 然後馬上去採果子吃 YO這邊是把城市中心開在了牧區喔 那不是開在外圍的果子去 好這邊槍兵升級上去 那法蘭克人在這個階段時候 是有移動上的優勢的 因為他有跟蹤技術 移動速度特別快 YO如果跟著打騎士的話 是永遠追不到法蘭克人的騎士喔 所以條盾這邊不打騎士 反而是一件好事喔 那這裡YO就是用生女加重裝長槍兵 去血防就好了 反正我槍兵也比你坦 你槍兵也來我槍兵也來 大家都來 但是我的防禦比你坦坦 這就是Wild Order 槍兵優勢 近在防禦力2點了 好生女招翔 招到了一隻 不錯 招翔到的拉回來 想要戳 但是槍兵在上面追槍兵 把生女收掉之後 還是被戳到了幾下 好到這名村民宿 58村對64 對54 後面優勢還是道德領先 那條盾跟法蘭克人喔 這兩個文明也算是非常經典的馬國文明喔 那以前的對決來說 法蘭克人跟條盾人誰列誰喔 通常在城堡時代喔 就會分出勝負喔 現在法蘭克人這邊有更多的機動性的優勢 條盾沒有 所以如果條盾要打贏的話 可能還是要靠點槍兵去防一下 好但是 YO這邊是走防守路線喔 所以並沒有產出騎士 那以騎士正面應 正面開戰情況上 是不會輸給法蘭克人喔 陳寶賽 那條隊人這邊是沒有打算要來大開 大開 產出 這個馬舊 產油俠 產油騎士出來 所以應該都是走一個偏龍路線 那法蘭克人這邊的騎士數量是補了很多 YO這邊的肉跟黃金 基本上是可以點下帝王時代 似乎沒有打算那麼早就升喔 升這個帝王時代 好在高地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按了一台投石車 好帝王時代馬上就要補下 好槍兵要回家嗎 右邊這裏有一波村民被抓到 好這邊投石車可能還是要被騎士給抓掉 騎士上前抓掉投石車沒有問題 後方YO 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了 那帝王時代點下 待會槍兵也可以馬上升級 現在到的是5TC開動 TC是開的非常非常多 兩個都是一種偏龍的路線 現在左側由YO先行往前推進 控除了這兩個礦產 石頭跟黃金 好這一波直接開打 重裝長槍兵 戳掉了很多騎士 但最後還是有法蘭克的騎士 獲得了正面第一波衝突的優勢 好這裡再直接拆掉投石車 後方補了一根城堡 那條多人的城堡也是遊戲裡面射成最遠的城堡 所以就算你有工程工程師 你的火炮 也不能跟條多人的城堡 點下金冠的情況下對射 所以你是會被他的城堡射到頭破血流的 好到他這邊是補下的手推車 好利用是在補下之後化學直接點 那待會YO大槍兵也要趕快升級上去 法蘭克人這邊是走直斧兵嗎 感覺不是很好 好現在法蘭克人趕快點帝王吧 利用時代已經差了三分鐘 好騎士上前想要抓巨型投石機 這一波有抓到 但是能夠順利的拿下巨頭嗎 哇這個騎士死了 1 2 3 4 5 6 7 8 8隻騎士 最後巨型投石機活得好好的 好這邊支撲兵稍微出來擋一下 這邊的重裝長槍兵 好到達天下的步兵開架 已經挖石 從右邊開始有點動作了 這裡有一坨騎士往後面來 好這裡補了一些燒戰 好升到電容時代巨型投石機 準備開拆了 好右側這邊要開始蓋寶了 蓋寶過去也是很OK 法蘭克人的城堡便宜啊 所以這次蓋寶一定不虧 好追星投石機 現在法蘭克人只有挨打的份 帝王時代好了一分鐘 現在YO還沒有點下大槍兵的升級 好四隻騎士被抓到 打得贏嗎 好像有點痛苦 兩邊互戳 哇 最後騎士是打出了重裝長槍兵 好 蜘蛛兵拆掉之後 還有一些制服兵守在這個位置 但是火箱過來 制服兵也打不贏火槍兵 好 電容時代以上 道德是轉出了重裝騎士 跟三級馬凱 右邊騎士開始往前 想要去BD 在這裡補禮跟城堡 好先把修道院裡面的生物打出來 這樣就不會讓道德繼續產出更多的黃金 這裡有很多人在吃果子 13個人在吃 要是這13個人能全部抓掉的話 對道德來說也是一個不少的經濟打擊 好現在騎士的部分到處亂衝 這裡已經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哇哦村民樹一直在往下掉 好但這邊也有槍兵走到了家裡來 道德現在要想辦法 趕快去守住正面 不然家裡都要快被這4台劇情投機給拆掉 火炮可能是關鍵了 所以火炮要趕快先去慘一下 好但歪歐家裡也是生活無法治理的狀態 一堆重裝騎士還在砍村民 這裡伐木工死得死 逃得逃啊 有點慘啊 好還好條盾的城鎮中心喔 可以躲25個人 正常的城鎮中心喔 只能躲15個人 所以這算是條盾的 城鎮中心的 蠻不錯的一點buff 好這裡趕快把村民放出來 那現在YO墊下了步兵鎧甲30點 再搭配彈道學 目前正面階段 反而客人還沒有足夠的房金 可以去點下遊俠 自己第五世代最強的兵器 無法使用 哇喔這邊看到道特 直接野捕雷根城堡 進行協防 那目前條隊人這邊是打一個 巨型頭石機 欸這個重裝騎士 抓到了巨型頭石機的撤退路徑 好先去抓後面的生鋁 抓掉之後 繼續往後衝 想要把火炮給拿下 可以拿下嗎 哇火炮沒拿到 有點可惜 那條盾人喔 到了電話時代之後 也可以打生鋁喔 他的生鋁是全滿的 而且還有免費的草藥治療 所以條隊人其實在其他方面來說 比法蘭克人更加優秀 好副槍兵過來 應該是想要來點火炮 這火炮有射程上的優勢 要不要點點看呢 右邊這邊蓋寶 有大量槍兵在干擾當中 好這裡又補了一些槍兵作為打手 好順利的拿下這個城堡 好順利的拿下這個城堡 好巨型頭司機開始產生出來 現在YO重裝 騎士要升級嗎 就先點了精灌技術 炮門奪口 好兩邊打的都是一個偏防守戰 這裡火槍兵想要抓一下 好直接衝過去 射火炮 火炮第一時間被射倒 右邊的火槍也是成功爆炒 直接扛著條盾城堡 射掉了火炮啊 OK射掉火炮之後 DOT終於有機會轉出了遊俠 減下遊俠升級之後 裝瓦技術也補下了 好右側的部分 暫時沒有太大的運化 兩邊都是一個對拆 現在DOT被拆了一根城堡 四台巨型頭司機 在這邊虎士蛋蛋 好DOT現在有三艘巨型頭司機 好城堡拆掉之後 現在火槍兵數要來到了26隻 現在右上角這個城堡好像也不保 支撫兵上前是要收火炮嗎 但感覺是沒機會拿到的 好YO這邊也是補下了遊俠升級 工匯制度遊俠也依須補下 品種三公也點了 好像在前面當作坦克 好右側的部分火炮開始反擊 打掉兩台巨型頭司機 哇YO右邊好像沒有空好 火炮在後面發呆 槍兵也沒有往前上前去出火炮 這兩台火炮已經打出了自己的身價 再一次收掉四台巨頭就這樣被拆了 哇結果這個城堡沒有拿下來有點傷了 好火炮這邊再低打高反擊一下 但是火炮應該是要被槍兵追到死了 好YO的遊俠終於補了下去 現在道特又重進去一波 這一次法蘭克又要再賺到一些優勢了 但是現在打條盾的槍兵要打五刀才可以死一隻啊 好右側的槍兵全部送光 現在到YO拼了命 一定要把右邊這根城堡拿下來 原來不拿下來的話 待會就要開始缺金了 好火炮一出來先打了一台火炮 好左邊那台火炮也拿下 第三台有機會嗎 好看起來有點尷尬 好這裡YO是補了馬凱 好三級馬凱 遊俠也出來了 第九二遊俠已經誕生 現在兩邊準備要來打 遊俠對戰了嗎 好看他這邊遊俠近戰防禦六點 好一般遊俠是2加3 5點好 好這裡6點 待會再補一點7點 雙防7 好 2加5 3加4 都是7點的遊俠 好 雙防7的遊俠坦度十足 好遊俠看一下 正面好像比較薄弱 想去抓巨星超C 好 正面的 正面的槍兵加油俠 這裡要打架了 火槍趕快先手點疾兵 哇到他這邊直接手點疾兵的關係 這裡正面開打之後疾兵 基本上是沒人存活 後方火槍兵再幫忙輸出 YO這一坨遊俠可能會送光 後面有更多遊俠不過來嗎 哇沒有 YO這邊遊俠數量有點少 YO這邊打錯了GG 我們恭喜道騰拿下比賽勝利 好 那又測YO這一波失誤之後 就沒有辦法繼續進攻了 讓道騰有機會 繼續控制這些黃金 產出更多遊俠 那YO這邊的文明的劣勢 可能還是要透過勝率 或是火炮之類的去彌補會比較好 那城堡部分還是他的主力 所以條隊人要打法輪克人 到底誰優誰利 我個人還是覺得法輪克人 可能會更有優勢一些些 畢竟機動器在馬國之中 是比較具有重要的這個能力的 如果你的馬跑的就是比別人半 那跟對方對打的時候 你永遠只能看對方的車尾燈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經濟的部分 道騰是拿下所有的資源勝利 哇有點慘 資源上稍微輸入一些 黃金甚至少了4500左右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大家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其實這部影片 也許會是他們很久不見的 iasm